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 做出了重要贡献 史迪威博物馆为何坐落在重庆 史迪威家族与中国有着怎样的深厚情谊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 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教授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对此进行解读 1911年 年仅28岁的史迪威 第一次来到中国 他在这里悠久的中华文化和与西方迥异的生活方式所吸引 这成为史迪威和中国连接的起点 1920年到1935年 史迪威又因为工作三次来到了中国 在这个期间他不仅学会了中文 而且越来越迷恋中国的山水风景和历史文化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中国与美国结盟抗击日本法西斯 这时已经晋升为中将的史迪威 受罗斯福总统的派遣来到重庆 担任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 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 在这里 他为了争取一番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两次率兵进入缅甸 与日军进行殊死的搏斗 并新建了国际战略大通道 中缅印公路 打破了日军对中国抗日战场的路上国际封锁 史迪威博物馆一山而建 共有房屋十余间 这里是史迪威将军 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 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时的官邸 使中国人民不忘美国人民 支持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 是留给今天中美人民的重要遗产 在史迪威博物馆里边 现在还保存着 史迪威将军生前所使用过的 实物 手稿以及军装 还有他曾经阅读和批读过的 中文的书籍和资料 一共一百多件 史迪威的女儿南希史迪威和他的家族 不遗余力地收集了史迪威的遗物和二战的文物 并且把它捐赠给了重庆史迪威博物馆 最近史迪威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 又捐赠了近两百张图片 在史迪威博物馆院内有两株桂花树 见证了史迪威家族与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2014年 史迪威的孙子和孙女在院内种了一棵 象征友谊的桂花树 如今已枝繁野茂 2023年8月初 史迪威将军的后代们 又在博物馆院内种下一棵新的桂花树 桂花飘香 友谊传承 1996年的9月8号 我曾经陪同美国的前国务卿 基辛格先生到史迪威博物馆参观 那次参观结束以后 基辛格在留言簿上有一段提词 中美两国在反法西式战争期间的崇高而死尸般的合作 是双方将来更加辉煌合作的基础 谈及近30年来 史迪威博物馆作为连接中美民间友谊的桥梁 所发挥的作用 周永表示 史迪威一直是中国现代史 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重要人物和研究对象 而史迪威博物馆是研究展示史迪威生平与历史 构成中美民间共同记忆的重要平台 史迪威博物馆也是中美关系对话的人文平台 和重庆对外开放的纽带 30多年来 以史迪威博物馆为平台 史迪威所从事的中美友好事业 在中美两国人民 尤其是学术界和史迪威家族中传承开来 为增进中美人文交流贡献了民间力量 史迪威在中国工作期间 他的儿子和两个女婿也在中国协助他工作 而这段经历已经发展成为史迪威家族五代人 与中国人民接下的深深的缘分和绵绵情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会els zu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